國防部爭獲七艘共艦 在台海活動 最近距離宜蘭烏石比只有30海里 西伯利亞創紀錄低温 將近零下60度 熱帶氣血米昌 今天登陸印度 司機疑似打瞌睡 泰國雙層巴士 撞露樹 十幾人喪命 新聞陳秋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告訴您 國防部今天公布 爭獲七艘共艦 在台海周邊活動 國內一個軍事粉磚 則記錄到中共的電子偵察艦 天拳信號 距離宜蘭烏石比東方 只有大約30海里 意圖不明 中共升高兩岸緊張局勢 國防部五號發布 爭獲共艦七艘次 在台海周邊活動 軍事粉磚台灣ADI 就分享 四號直擊共艦 就在我東北角外海 無時比東方約30海里 向南航行 而日本防衛省 四號公布 共軍電子偵察艦 天拳信號動態 11月30號 在宮古島東北方 約170公里處 12月4日 在釣魚台以西 約8公里處航行 沿宇那國島 台灣東北角尖的海域南下 航向太平洋 長期在這個周邊的海域活動 那也會跟著這個像這個 美日聯合演習啊等等 那甚至是在我們在這個東部海域 進行這個武器 這個試射的時候呢 這些電子偵察船也會現中 那或許呢 在這個我們周邊的行動 也可能是在這個一系列 這種這個 擾台加上這個電子 訊號徵收的其中一個 這個這個任務 天拳信號 立處中國東海艦隊 為815型電子偵察舰 具戰術偵察與戰略偵察能力 學者分析 中共電子偵察舰 可遠距離徵收 美日台三方的電子訊號 執行特定電針引導作戰 又可長期監測敵方戰略目標 有利戰場作戰 這回卻在東北外海 被曝光行蹤 不排除有主動挑刑未到 而面對中共持續繞台 國軍也要強化防衛能力 無人機作戰逐漸成為戰場趨勢 中科院斥資九億四千七百萬元經費 在嘉義民雄院區 新建無人機專屬的生產廠房 及辦公大樓 預計二零二五年底前完工 五號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將有助大幅提高無人機產量 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 提到嘉義將成為亞洲無人機重鎮 透過軍民合作 在台灣建立完整無人機產業鏈 準備我們軍民通用的關鍵技術 中科院秀出多款國產具備徵搜打擊的 無人機測試影片 包括二代瑞淵 騰雲 以及巡飛彈無人機 可執行風群戰術攻擊中共航艦 針對我國對攻擊無人機的重視 及需求大增 學者接種表示 無人機採取風群戰術 能突破中共層層的沿海防禦 而產能提升 有助改變國軍作戰思維 將無人機視為消耗彈藥大量使用 可減少人員傷亡 打亂共軍犯臺節奏 記者黃志杰 陳信隆 林韋婷 台北嘉義報導 為了因應台灣有事 日本距離最近的余納國島 開始盤點戰備物資 不過面對媒體詢問 是否有準備讓台灣人前來避難 當地官員則坦承 目前島上物資的儲備量 不足以提供給難民 打開日本沖繩群島 余納國島的緊急物資儲備倉庫 各式各樣的物資 跟防災 戰備食品 一箱一箱地陳列在貨架上 日本與那國島是跟台灣距離 只有一百一十公里的島嶼 島上居民約一千七百人 隨著台海局勢升溫 將可能成為台灣人 逃往日本的第一個避難所 但當地官員認為 一島上的緊急物資儲備量 約八百人份 只能夠支撐不到兩天 屆時可能不足以供應給難民 日本自衛隊聯合參謀長 吉田歸秀曾經在波蘭 建政恩務戰爭開打時 邊境湧入的難民潮 也憂心如果真的出現 台灣有事的情況 無法只依靠自衛隊應對難民問題 外面報導與那國島的物資 依賴每周兩次渡輪跟臨近島嶼的少數航班補給 還常因為天氣惡劣而取消運送 為了防範台灣有事 日本從二零一六年開始陸續在沖繩群島各島嶼 鋪設自衛隊的囤柱據點 填補在第一島鏈上的所有防衛空白地帶 從今年七月開始 更要求在第一島鏈的所有島嶼加強防務 先是擬定擴充宜納國島的機場港口機能 讓日本民眾能夠迅速撤離 並且新設能夠讓護衛艦靠岸的港口 以及延長機場跑道 方便戰機能夠起降 另外也要求石淵島 雲納國島 宮古島等地 建設地下避難所等應對措施 只是問一臺灣真的有事實 對於湧入的難民問題 目前已久誤解 中國的梅漿菌肺炎疫情持續 當地有民眾搶買快篩劑跟抗生素 但是目前還沒有對臺灣造成威脅 不過疾管署預測 流感和新冠兩種病毒 可能同時在春節前達到最高峰 呼籲民眾要儘快施打疫苗 提升保護力 中國近期發生多種呼吸道病毒流行 各地醫院急滿看病人潮 更有人搶買肺炎梅漿菌快篩試劑 再加自我檢測 不過醫師提醒 高齡及慢性病等高風險族群 如果持續高升不退 還是要到醫院就醫 反觀我國則是新冠疫情開始升溫 上週新增兩百六十例本土新冠肺炎 併發重症病例 以及新增三十一例死亡個案 併發症及死亡數均創近期新高 其中最年輕死亡個案為南部四十多歲男性 有高血壓等病史 雖然入住加護病房搶救 仍因病況惡化 住院後四天不致死亡 他的這個呼吸衰竭跟多重機關衰竭 另外也有這個新陰性休克的情形 就是病況持續的惡化 所以在這個住院後四天 因為這些症狀而不幸的過世 不只新冠流感也可能在未來一兩週反轉上升 機關署預估國內流感和新冠兩種病毒 可能同時會在農曆春節前進入最高峰 流感推估單週就診上看十二萬人次 新冠則是平均每日新增感染 一點八萬到兩萬人之間 我們預估這個高峰會比先前預估的延後 到一月中到一月下旬 也就是在春節前的時候 可能會迎來這一波新冠的高峰 那預估單日的這個感染人數 會在一點八萬到兩萬人之間 機關署提醒歲末年中之際 民眾探親旅遊活動頻繁 而接種疫苗後 需兩週才會產生保護力 因此提醒六個月以上民眾 尤其是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應儘快接種新冠及流感疫苗 以降低感染後發生重症及死亡的風險 目前全臺有一千五百家院所 提供隨盜隨打的服務 記者 許多國家都在各地安插間諜 但是這一位的層次真的很高 臥底時間也非常久 他是前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羅查 被揭發為古巴政府當間諜 時間長達四十年 一直到上週五才被逮捕 古巴共產政權竟然在美國政府內 安插了間諜 步步高升到大使的地位 潛伏時間長達四十年 七十三歲的美國前駐玻利維亞大使羅查 哥倫比亞出生 規劃美國在紐約市的工人家庭長大 獲得耶魯哈佛等大學文科學位 一九八一年加入外交工作 當了二十多年外交官 外派拉丁美洲多個國家 包括美國駐古巴利裔代表處 後來成為波利維亞大使 還在國安會出人要職 但整個外交官生涯 他效忠的一直是古巴政府 聯邦調查局去年接獲線報 對羅查起了疑心 安排卧底探員 乔裝古巴特務跟他接觸 在邁阿密見面三次 法庭文件指出 羅查自己在談話裡說 為古巴政府工作超過四十年 不斷把美國稱為敵人 吹噓我們的工作完美 有如漫官全力打 還說自己最優先的任務 就是確保卡斯處政權 美國政府聲明表示 羅查的政府職位 使他能夠接觸到精密訊息 以及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能力 面臨非法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 使用虛假陳述 獲得美國護照等罪名控訴 目前還在評估羅查數十年間諜活動 對國安造成的長期影響 美聯社報導 四號第一次出庭時 羅查戴著手銬 坐著哭泣 公視新聞是會中逼一 俄羅斯軍隊為了防堵烏克蘭大反攻 在前線部署許多地雷 但是最近卻傳出有一位少將在赫爾松 不慎引爆自家地雷 當場身亡 今年四十五歲的扎瓦斯基 是北方艦隊第十四軍團副司令 有可能是開車經過地雷區 或者步行的時候誤踩 官方並沒有說明細節 但證實他是從俄烏 開戰以來第七位殉職將領 目前兩軍仍然在拉鋸 後方卻傳來美國軍員的資金 這個月底就要無以為繼 白宮呼籲國會趕快通過 用在俄烏跟以巴 這兩個戰場的巨額經費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更警告 如果不儘快撥款 俄國和普廷就會獲勝 俄羅斯官方證實四十五歲的 北方艦隊第十四軍團 副司令扎瓦斯基 少將在赫爾松陣亡 沒有提及原因 但傳出他是誤處自家軍隊部署的 地雷身亡 扎瓦斯基也是俄國入侵 烏克蘭以來殉職的第七位 將領 俄烏戰時焦灼 俄羅斯總統普廷還是忙著為明年競選 第六任暖身 普廷四號參觀俄羅斯大型 博覽會認真聆聽蘇聯核彈設計的相關 解說 過程中有人向他展示了模擬的核案件 裝置 但普廷當中拒絕按下啟動 似乎是要強調先前說過的 不會如莽揮舞原子武器 或改變使用這類武器的原則 另一方面 拜登政府 在4號發出緊急警告 表示如果國會不批准美國 向烏克蘭提供數百億美元的軍事 和經濟援助 可能會讓基輔陷入危機 等於是讓普廷占上風 拜登政府今年十月曾要求國會批准一千零六十億美元的包裹預算 約新臺幣三兆四千兩百六十八億元 用來資助烏克蘭 以色列 臺灣以及用於美國邊境安全 但美國眾議院長最後只通過援助預算 兩黨的磋商也陷入僵局 因此白宮管理及預算局局長揚恩也說 國會若不採取行動 到今年年底 美國將沒有資源替烏克蘭採購更多武器和設備 如果切斷美國武器和軍備供應 將形同在戰場上打斷烏克蘭的膝蓋骨 公視新聞 沈陸佩編譯 時間很快又過了一年 考驗戰場士兵的嚴寒冬季又到了 俄國西伯利亞地區的氣溫 這幾天節節下降 現在已經逼近零下六十度 寫下史上最低的記錄 殘血車來來回回清掃積雪 路旁堆滿厚厚的白雪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三號降下暴雪 單日降雪量改寫自一八七八年 開始觀測以來新高 短短十二小時就有超過十一毫米 大部分地區積雪超過三十五公分 部分地區更來到四十公分高 氣象學家指出周日的降雪是由於歐洲南部上周形成的強烈氣旋導致 受到強風影響 莫斯科當局發布橙色警報 將持續到周二上午 莫斯科三大主要機場至少五十四個航班延誤 五個航班被迫取消 俄羅斯近期天氣酷寒 西伯利亞地區氣溫跌破 攝氏零下五十度 東北部村莊奧伊米亞康 更是降到零下五十六度 創下當地紀錄 有民眾表示騎車還比等車溫暖 亞庫茨克是薩哈共和國的首府 位在莫斯科移動約五千公里 幾乎全境都位在湧動土帶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化 已很少出現這樣負五十度低溫 不過氣象學家表示 亞庫茨克的低溫可能持續到本週末 臨近的馬加丹地區 未來幾天也會有類似低溫 公司新聞第二位人編譯 接下來新聞猜猜看時間 馬上請劈率來出題 好的 今天的題目是 每到冬季就是一片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 絕大部分面積屬於哪個國家 一哈薩克 二中國 三俄羅斯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好您先思考一下 我們現在先在亞洲的強烈熱帶氣血米昌 今天登陸印度 在南部地區引發了暴雨災情 目前至少有九人死亡 而在青奈附近的紅海 以及荷碩印度廠 一度暫時停工 但是當地的臺商 並沒有傳出危險 車子泡水拋錨 陸數連根拔起 熱帶氣血米昌襲擊印度南部 低洼地區的 塔米爾 納都邦 安德拉邦居民被令撤離 氣象官員已向部分地區和學校 發出紅色警報 至少有四個地區學校跟銀行 四號五號兩天都關閉 南部大城 青奈許多社區被洪水淹沒 秦格爾帕圖一堵牆倒塌 有人死亡 印度最繁忙的機場之一 青奈機場四號 因跑到淹水而宣布關閉 米昌風速最高 可達每小時110公里 過去24小時帶來的強風暴雨 讓當局發布大雨大風警報 青奈及周邊地區是國際 主要電子大廠製造中心 核碩鴻海四號 暫停蘋果iPhone手機的生產 路透社報導 南部沿海地區已近 七千人撤離 根據氣旋路徑及嚴重程度 可能還會撤離二點一萬人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 泰國南部則是在今天 清晨發生重大車禍 一輛雙層巴士突然偏離道路 撞上了路邊的大樹 造成十四人死亡 三十多人受傷的慘距 警方初步懷疑司機 可能疲勞駕駛 也不排除酒駕的可能性 目前還在進行調查 事故現場救難人員忙著用 單架將受傷乘客 抬出 撞上路數的巴士車頭 明顯凹陷 司機的駕駛座 也被擠壓變形 這輛雙層觀光巴士 從曼谷出發 要到南部的宋卡府 沒想到星期二清晨 人經過巴蜀腐蝕 竟然偏離道路 撞向一處國家公園附近的路數 當場造成十四人喪命 三十多人受傷 包括司機自己本身 也受到重傷 警方初步研判 司機當時可能在打瞌睡 也不排除有酒駕可能 正在等待酒測結果出爐 詳細事故原因 仍有待釐清 警方指出 當時車上載有四十九人 其中多數是泰國人 部分是緬甸人 有三十五人在意外發生後 被緊急送醫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泰國的道路交通事故 發生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每年約有兩萬人因此死亡 故事新聞在惠民編譯 繼續要告訴您 全球碳排放量創下新高 今年將會達到三百六十八億公噸 比去年增加將近四億噸 以地區來看 主要集中在印度和中國 北京街頭瀰漫 煙城能見度不佳 不少行人戴上口罩防護 因為二零二三年 中國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 比前一年增加四點五八 億噸 佔全球 百分之三十一 今年全球碳排量創新高 預估到年底時 將達到三百六十八億噸 續四十年前的兩倍 年增三點九八億噸 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國 印度跟氣候因素 如果加入土地使用變化因素 今年碳排量更上看四百零九億噸 美國雖然是世上最大排放國 但藉由關閉燃煤電廠 燃料轉換與再生能源 讓煤炭使用量下降百分之十八點三 來到一九零三年的水準 除了印度與中國 全球其他地區的化石燃料 碳排量減少四點一九億噸 其中歐洲減少二點零五億噸 美國減少一點五四億噸 正在舉行的COP-20A也聚焦二零三零年 全球減碳百分之四十三的目標 聯合國報告指出 若要把暖化控制在攝氏兩度內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二零三零年下降百分之二十八 若要控制在一點五度內 則必須大幅減少百分之四十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視新聞這位任編譯 雖然古時候並沒有節能減碳的觀念 但是在那個沒有電力的時代 古埃及跟波斯帝國的建築師 卻能夠巧妙利用風力 引進特殊設計的建築 達到自然降溫的空調效果 這一項世界遺產是先人的智慧結晶 現在就帶您去看看 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坐落在當地最大的朵拉阿貝德花園 外觀成八角形 這座風塔是伊朗歷史古城雅兹德最高的風塔 有三十三公尺高 大廳內鑲嵌彩色玻璃花窗 充滿波斯建築風格 風塔屋頂四面鏤空 可將屋頂的涼風引進塔內 當氣流往下一路導引到地下室 接觸坎爾井延伸出來的水道以及屋內的水池 就會產生降溫效果 結合熱對流原理和活水利用 風塔內部形成一個天然空調系統 風塔越高大收集的氣流越多風量越大 自然冷卻效果就越好 將高處山地水源影向低處的地下水道 坎爾井也是西亞北非地區的消暑秘訣 有著三千多年歷史 更在2016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單 風塔結合坎爾井完全不用電力 完全不會產生碳排 伊朗建築歷史學家指出 無論從文化的重要性和節能的觀點 風塔都有進一步推廣的空間 古人的智慧結晶或許能為極端氣候時代 帶來新的啟發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 中國的經濟發展 在疫情之後復蘇不如預期 導致許多被稱為遷徙世代的年輕人 移民到國外 其中泰國因為生活成本比較低 就是他們的熱門選擇 有專家分析這些年輕人 跟早期中國移民不一樣的是 他們不會優先追求財富 反而是更嚮往自由 以及有尊嚴的生活 搭著網球揮灑汗水 來自中國上海的康尼 正在上例行私人教練課程 這種活動是他還住在上海時 難以負擔的昂貴興趣 自從來到泰國後 他終於能開始享受生活 疫情的時候對自由的渴望變得更加的強烈一點 可能你會有一些對未來的一些向往 有一些期盼 新冠疫情期間 中國實施嚴格風控政策 對國內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如今許多生於一九八零 到兩千年之間的中國遷徙世代 也不像父母輩一樣能找到待遇好的工作 於是紛紛出走他國追求更好的生活 像是康尼和文輝這對年輕夫婦 就透過申請語言進修課程取得簽證 來到太北青脈展開新的人生 好像人在國內生活節奏確實太快了 所以導致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說自己根本沒有自己那種自由的那種空間 因為他們是在國內生活中 在國內的節奏確實太快了 所以導致自己想做的事情 或者說自己根本沒有自己那種自由的空間 因為他們是在國內生活中 他們是在國內生活中 路透社指出在中國社群軟體微信上 移民一詞成為熱搜 今年初一月下旬 移民泰國甚至一天高達三十萬搜尋次數 因為相較其他國家 中國人申請泰國學生簽證相對簡單 專家指出這些受過教育的中國年輕人 將不會如過去的中國移民追求財富 而是會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 公視新聞兩眼編譯 同樣在疫情過後 臺灣的出國旅遊潮在線 各家航空公司的營收也創下新高 而先前傳出長榮航空今年打算發五個月年終獎金 但是工會強烈不買 認為公司太沒有誠意 勞資雙方今天下午的協商 並沒有取得共識 民眾大包小包準備出國旅遊 疫情解封之後機場的出入境人潮湧現 各家航空公司的營收和盡力都創新高 但長榮企業工會認為在公司獲利同時 員工福利還要再喬 我們不斷地看到就是公司對外的一些新聞稿 說明說今天公司的營收賺得很多 可是對內他卻一直跟員工說 他們沒有辦法提供這麼多的錢 發給員工 關於年終的部分 長榮企業工會表示 長榮今年前三季的稅後盡力 有164億 比其他國籍航空更高 但其他公司都已經推動了結構性調薪 或是發了獎金 長榮卻沒有具體方案 而且稅後盡力是疫情前的好幾倍 年終卻預估只發五個月 基層員工很難接受 工會也沒有叫你們一定要告訴我說 幾個月都沒有啊 你只要告訴我們公司願意拿多少出來 工會和業者針對年終 調薪和獎金等議題 進行第二次的協調會議 最終沒有取得共識 工會表示 或是會再和會員演繹 不排除有下一步行動 接著台北桃園採訪報導 為了接待國際旅客 觀光署在嵩山機場 還有野柳的遊客中心 成立了AI人工智慧櫃台 現在有四種語言可以及時翻譯 未來還會繼續加入歐洲 以及東南亞語言 日本料理的話 遊客透過麥克風講話 透明屏幕另一邊即時顯示 翻譯後的中文 櫃台人員直接用中文回應 旅客就能看到熟悉的語言 顯示在螢幕上 為了迎接外國遊客 讓溝通無礙 觀光署在台北嵩山機場 跟新北野柳遊客中心設置AI 智慧櫃台 可提供即時翻譯服務 旅客服務中心原先就設有外語服務人員 但觀光署表示人潮多時 非專業語言人員透過AI智慧櫃台 也能即時協助遊客 目前提供中英日韓四種語言 會先設立在松基 就是因為這邊出入境的日韓遊客相對多 觀光署表示 未來狹下十三個國家風景區 都會陸續評估設置 希望能讓外國遊客 在臺灣旅遊暢行無阻 記者歐榮 彭耀祖 台北報導 現在馬上請批帥來揭曉 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西伯利亞地區的面積大約 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 除了西南一部分屬於哈薩克之外 其他全部都屬於俄羅斯 相當於俄國百分之七十五的領土 今天的答案是三 你答對了嗎 謝謝你的收看 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